大家好 我是咪咪 大家好 我是Nicole 這次我們要分享的是 金羽毛的流動畫 它是有好幾個系列的 它有單賣就是單純的那種顏料 那我們主要這個是有顏色系列組合 這個我現在手上是有那個 迷幻紫光跟天使擁抱 兩個顏色 兩款不同的組合 我們這次要做的是天使擁抱 所以它的顏色就是有粉紅色 還有皮膚色 皮膚色 還有黃色 黃色 跟金色 還有一罐附贈的細胞劑 它細胞劑非常特別 等一下我們就會做兩款不同的作品 一個是有放細胞劑跟沒有放細胞劑的 建議大家可以就是 就是最主要啦最重要的就是先把桌墊把它擺好 就是先穿上圍裙 然後還戴上手套 然後還取出保結墊鋪平在桌面上 這個步驟就是把顏料要均勻的搖晃 這個步驟就是把顏料要均勻的搖晃 之後呢最重要的喔就是顏料放進去之後 直接先這樣子蓋上去蓋上去 蓋上去 蓋好喔 之後呢要翻過來囉 翻過來 然後 然後 然後靜待一下 讓它 靜待個10秒鐘喔 好了嗎我要把它打開囉 3 2 1 你怕很緊張 打開囉 呀 它就會變這樣 它就會這樣子有那種 你看阿翠就是要這樣流動讓它 跑 你看 要藥的頭蓋 就是會有這樣 要讓它多流動 這是有加細胞壁的 所以就是會裡面畫會有一點點那種 一個洞一個洞一個洞 一個洞 就是圈圈的感覺 那我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們剛剛完成的作品 這一款現在的黃色 這個是天使擁抱 還有這一個 也是天使擁抱 只是粉紅色 橘紅色的色系比較多 所以呢它做出來的感覺 也會不一樣 而且它呢有細胞 細胞的那種感覺 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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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這個就是細胞劑的關係 那 這一個呢 是我添加 粉色比較沒有這麼多 但是有淡淡的 那主要就是以黃色跟金色為主 所以顏色都可以自己去做調配 那這一個呢 就是眉患紫光 這個是沒有放細胞劑 所以呢 它不會有什麼任何的泡泡 就是它不會像這樣子 有那種細胞的那種感覺 它這一款呢 我們的作品就是非常的 我覺得這個很漂亮 真的很像在星空的感覺 它這個是我女兒 協助我把那個紙杯拿起來的 我覺得很漂亮 就是在星空的感覺 今天我們完成了 四個作品 四個作品完全都不一樣的風格 你覺得好玩嗎 好玩 那因為12歲以下的小朋友 真的比較不太會操作 可能需要藉由 爸爸媽媽來協助 顏色調配的部分 就是可以交給小朋友 看他想要擠多少 多少的量 他要怎麼樣去配色 那待會兒 會讓大家看我們的成品 那記得喔 就是做完之後 要讓成品 就是讓它亮乾 沒錯 就是要亮乾 等它乾了之後再拿起來 好之後呢 然後再放架子 對放架子 你就可以掛在美美的牆壁上面 或者是把它立著 也可以喔 我覺得就是 每個人的 不同的創作出來的 感受度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 它的顏料色系非常多 大家可以到它的官網上面去看 它有馬卡龍色 也有螢光 螢光系列的 你要推薦給小朋友嗎 嗯 應該是說你要推薦給 所有小朋友的爸爸媽媽 可以讓他們在家裡面 也可以創作出自己獨一無二的作品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分享的話 那記得 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對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 你們喜歡玩這個 就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接收到 我們的最新影片的通知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